Hello,大家好,我是Amy 今天跟大家一起开箱 我手上的Paul and Joe 2022年的Evan Calendar 同场家影还有他们今次和肉贵狗合作的Hand Cream套装 还有这个,这里也快摄一句 我终于也入手了DJI Pocket 2 买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出了机票 如果大家想看未来的旅行Vlog 记得要Subscribe 开始前先要多谢ServeShark VPN赞赞这条影片 趁着年尾这些四维减价的日子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用VPN网购的话 有机会可以取得外国网站不同的优惠 Bread Friday又到了 记得用ServeShark VPN去取得不同的折扣优惠 而且ServeShark VPN最大的优点就是 简单易用,介面清晰 无论你是用Windows、Mac机、Android 或者iPhone的ROS都好 它一样都可以支持到 它们现在在世界各地有100个国家 提供超过3000个优惠 是暂时唯一一个VPN 有100个国家的优惠 另外其中一个特色就是 无论你买去哪个Plan 你的连线装置都没有上限 即是你安装完你的电话 安装了iPad 然后帮家人安装了它们的电脑 这一个VPN就可以令它们全部都受到保护 虽然ServeShark没有提供免费使用 但它们有提供30日的退款保证 现在用了我的Promo Code 除了可以享有15折优惠之外 还会额外免费多3个月给你 有兴趣的朋友就快点去Infobox看资料订购 回来了 现在我们正式开箱Po&Joe 2022年的Evan Calendar 跟上年一样 在你未打开它之前 在盒子的外面 其实你都大约可以看到里面有些什么 虽然大概都知道是什么 但是Evan Calendar美丽的地方 就是在于那种拆礼物的感觉 每拆一份期待打开那份开心 这个我是很喜欢的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直接打开它 今年它们的外盒是用了一个圆形 好像蛋糕盒那样的包装 打开它里面是这样的 跟上年很不同的是 今年它是用了很多份独立的礼物 一个花纸包的礼物 好可爱啊 好有趣啊 到最开心拆礼物的环节 现在就和大家一起 顺序地把里面的24份礼物拆开 看看里面有些什么 第一个是它 第一个我记得 跟上年的第一个 都是同一样的东西 这个打开了 是一个券的化妆袋 这个化妆袋 上年也是有一个 都是猫猫的 这是一样实用的东西 我挺喜欢它们的化妆袋 因为它们用的质料 都是用这些券的料 是很滑身的 还有配上这个猫猫头的 Porn and Joe拉链扣 这个也是非常可爱的 上年那个我都有用的 所以这个我也是会用的 在我找二号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它的盒里面 都是有些深思的 它里面是分了两格的 我估计上面的这一格 是一些插在垂直的东西 可能是一些唇膏 但我们现在先找二号出来 就是它了 二号就是它们的Promer Porn and Joe的底妆产品 我觉得也是挺好用的 这个尺寸还适合我去旅行用 三号 我觉得它们也挺有心思 因为这里真的每一个礼物包的花纸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到这么纷纷 其实心情都很好 三号是它 它是一枝胭脂膏 这个颜色是这样的 将它推开了 我觉得这个颜色是挺漂亮的 而且它的质地我觉得很好 因为一推开了之后 它是非常之爽身 完全一丁点黏的感觉都没有 这个我觉得它的质地有多好 这个颜色也很自然 接着到四号 四号是它 它是一个眼影cream 这个眨眼看的颜色是灰灰的啡色 我试试在这里 一点点出来 这个颜色是这样的 当你推开它 这些都是用到的颜色 因为当你塗在眼上 你把它推开了 其实都是自然的 之后五号 五号现在脱上去 我觉得是一个管状的东西 是它 这个是一个唇膏的 case 五号的包装上面都有写明 这一份礼物就是要配明天的 item一起用的 意味着六号 就是一支唇膏 果然是 这个是六号 摸上去 已经知道是一支的东西 就是它 这个猫头仔唇膏 真的超级可爱 而且这个颜色也很漂亮 我觉得这个颜色应该 就是这个猫头仔唇膏 问心一下 我自己真的不舍得 对着它面这样塗 于是乎 其实我用它 全部都是在猫毛的后尾枕那里 开始塗 这样 尽量将它的面子 可以保持多久 就保持多久 实在真的非常可爱 这个 六号的这个 会是配五号的 这个唇膏盒一起组装的 装好了 就是这样 七号是一个小丑公仔的包装 那里面会是什么呢 这个都很漂亮 这个是一个 铁罐仔的 潤唇膏 你见不见到 这个潤唇膏里面 都是有一点点闪的 bling bling 这个来到冬天 就一定用得着 可以放在手袋里 带出家用 八号 八号的包装 八号是一只鸭仔的纸袋 这个呢 我记得上年都有 很好用 是他们的洗面gel 来的 这个也是可以来到旅行用的 接着九号 九号 是一个花花图案的礼物包 它是一个橡筋 这个橡筋头的饰物 就是猫猫头仔 我是会有扎边的时候 你没有看我的头发这么短 其实我经常都会这样扎起头发的 上年他们的Evan Kalender 都是有头饰的 就是有两个猫猫头的鲨鱼夹仔 那个我现在还有用的 所以这个我也是会用的 然后到10号 好像很大件 是一个马仔的包装 这个是好东西 去年都有的 是他们的D-Oil 这个潤枯油 是他们其中一个Signature的产品 是很用的 这个 又是适合我来旅行 可以带他去 11号是一个稻草人 我觉得他也是一瓶瓶的东西 跟刚才10号的一样 这个也是他们Skin Care类别的产品 就是他们的Herbal Lotion 这个一样都是可以带去旅行用的 接着到12号 这个就适合我 就是他们的Hand Cream 他们的Hand Cream也是好用的 而且这个尺寸小支 在冬天带在手袋带出街 这个也是非常之好 它的Hand Cream擠出来是很滑 很水润的 一推开 它还有一股很香的 好像草本的香味 是很放松的 那种香味 但它都润的 接着到13号 我现在摸上手 那个感觉 我猜到它是什么 应该跟去年一样 是另一个包装 没猜错 这个是一个黑白猫猫的造型 券刷带的袋子 因为我觉得这些尺寸 以及它们的设计 样子 各方面 是真的用到的东西 一会儿拆开全部的礼物之后 我就可以用这个布袋子 把它们都带起了 14号 14号就是它 这个也是他们的底妆产品 是一个有闪的装盘 这个就是适合聖诞节的日子用 接着到15号 这个是他们的胭脂 看不见到 这个真的挺漂亮 我自己觉得挺漂亮 这个真的日常用 非常好 很喜欢 这个 16号 这个也是他们的眼影膏 这个又试一下颜色 是一个干净的颜色 是这样的 去开它 它就会有少少的bling bling 一点都不夸张 如果日常用的话 就可以帮到我们的眼神 精神一点 精灵一点 接着17号 都是一个管状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指缘油 这支Nail Oil 我觉得它好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有个扫子 它前面 所以当你折它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方便地在手指上面 可以塗 一支的指缘油 我也是喜欢的 又是小小支 可以带在手袋 带出街 18号 这个都是Skin Care 这个就是他们的Monstra Lotion 这支的质地 是非常滑质的 很舒服 又是sharp一声 就已经吸收了 接着到19号 这个现在这样摸下去 它是好像一个四方形的盒 是它 超有趣 这个 有个猫猫图案在上面 这个就是一个case 我开始打算里面会有一块镜子 打开 我好像照到自己是一只猫 同样在这份礼物里面 这里也写着 这个礼物是要配明天的礼物一起用的 即是说明天就会有它里面的馅 我们现在马上开了20号 20号 是一个eye shadow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也很漂亮 一个颜色就是有少少淡的啡金色 上面就是一个很淡的紫色 漂亮漂亮 它里面还要细心到 预复了一块胶片给我们 放进去之后 就可以保护眼影 就是这样吸进去 非常之细心 好 接着剩下最后四份 21号 21号 这个是他们的body oil 这个也是適合带去旅行的时候用的 22号是一个泡纹包装 我挺喜欢这个包装纸 很有趣 又是一打开 它这里就已经写明 这份礼物是要拼在明天的礼物一起用的 很有趣 我觉得22号是用了泡纹的花纸 但里面的这个唇膏盒 就是一只泡 超可爱 可以夹过 马上开了23号 根据22号的说法 23号就是另一支唇膏 这个就是23号的唇膏 我想说这一只唇膏色 骚眼看就好像很啡 很深色 但它啡得来是有些豆沙色 就是有些棗红色的啡色 这个色应该会适合冬天用 但是漂亮的 将它两个组装了之后 就是这样 猫仔配泡泡的case 最后去到24号 都是他们的王牌产品 就是他们的底装Primer 这个Primer提醒我们24号 那天大家要扮漂亮点 玩得开心点 拆完这24份礼物是未完的 因为刚才一开始就有说过 我还准备了 有他们今次和肉贵狗 有Crossover的这盒 Hand Cream的石装 趁现在先拆完 今次这个Hand Cream的石装 里面有些什么呢 又是有一个券的布袋在里面 这个是超有趣的 就是肉贵狗和两只猫猫 里面就是这样的 它就有一张雪梨纸包住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底装Primer 这一枝是有15ml的 就是Pum Pum装的 是可以有牌用的 而另一枝就是他 说明它是一个Hand Cream的set装 所以里面就有一枝 肉贵狗和他们Crossover的Hand Cream 这枝Hand Cream 就会比起刚才Evan Calendard 里面的那枝Hand Cream 就会大支一点 这枝就是有20ml 刚才Evan Calendard里面那枝 就是有14ml 这个set装里面就是这三样东西 一开始好像说漏了 这枝其实跟上年一样 都是我朋友预早送给我的 圣诞礼物来的 我今天也预早拆开给大家看看 这个Evan Calendard Hand Cream Set 这些我印象中 现在还可以买的 但是接着要介绍的 这一样好像是非卖品来的 因为它应该就是要 买满到某一个银马之后 才可以换还是送的 这个也是朋友送给我的 就是他们的一对毛毛拖鞋 我觉得这个超级有趣 穿上去是这样的 超可爱的 有耳朵 这对毛毛拖鞋 对于我来说 是有点大的 因为它是270 但是在家里穿 没什么所谓 我是有在家里穿毛毛拖鞋的习惯 所以当时收到这对拖鞋的时候 我是超开心 而且它也挺厚的 软绵绵的 如果你们有兴趣 就可以去他们的铺铛 那里问一下 超有趣 我不捨得着 今天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喜欢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类开箱的分享 记得要like 和share给你身边的朋友 想看未来的旅行片 记得要subscribe 想看一些我简单日常的分享 可以follow我Facebook和Instagram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这部机就不会有什么开箱片 不过遲些如果用下 好不好都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因为原来用它 都有一些技巧要摸索一下